上週的終止好球 除了有一大林瑋恩單週兩度上榜 更有中信兄弟張車豪化身蜘蛛人 在外野拳一打牆上展現美跡 不過蜘蛛人都還無法獨居上週榜首 到底是誰搭敗了咖啡小子和蜘蛛人 我們一起來看 咖啡小子林瑋恩用招牌海豚跳 為上週的終止好球揭開序幕 點外側的球 這個球 高級鋪得漂亮 綠色坦克高國慶化身為一壘吸塵器 用一技精采的鋪接 擋下可能穿越的安打 投手賈斯汀都要過來跟他道歉 看了咖啡小子的海豚跳 怎麼能沒有海豚鋪 林瑋恩用漂亮鋪接單週兩度上榜 Nice play 追求陳庸基藍道傳二壘 尤其帶有人猜出 不過老牌游擊手陳庸基上演這個美技 值得一看再看細細品味 內野美技連發接著換外野上場 這個變化球火哥打得滿紮實的中間方向 最後沾翅好用鋪接的方式 外野美技怎麼都沒有沾帥 每個星期都要搶攻板面 堪圈一種好球的模範球員 這球拉回來有機會落地嗎 小珀接到了 還有一位也是模範球員 同一師的小珀劉富豪 就算已經36歲 外野飛撲還是奮不顧身 連續兩球 我這一球被二壘手給接到 打者兩度挑戰陳凱倫 前一球形成安打沒有關係 因為下一球 陳凱倫馬上來個空中抓飛鳥 漂亮的美技 讓投手希克都小孩懷 這個球出棒打成的中間方向的飛球 張志豪跳起來 不錯 你看這球就要越過他的頭頂 張志豪沒有放棄追球 最後一刻還來了一個超級馬力式的跳階 硬是沒收這支可能行程的長打 隊友都要過來擊掌 沾沾 好手氣 這球打得滿深遠的 張志豪還在退 最後有接到嗎 前一球是超級馬力 張志豪這球化身為蜘蛛人 看他追球追到的拳力打牆前 就這樣跳起來身體靠著牆 把這顆朝著拳力打牆打過來的飛球 收進手套裡 打擊的羅光榮眼看就安打被沒收 還要被SENPAI捉弄一下 然後兩塊這一球打得滿紮實的 在右外野方向飛行的這裡 夠了嗎 學蜘蛛人 好 林一拳 謝謝徐總 謝謝你保佑我們 我們今天贏球了 神奇的劇本 感動的夜晚 林一拳生涯第一支再見拳力打 選在這個最動人的時刻 這一天是紀念徐總的感恩日 轉內用這把再見轟 向天上的徐總致敬 為這場意義非凡的比賽 畫上完美的驚嘆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